美国联准会今天起召开为继两天的利率决策会议 外界广泛预计联准会将维持利率按并不动 并下修2024年的预计降息幅度 联准会发表声明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召开了利率会议 预计当地时间12日下午公布利率决议 联准会议将基准利率调升至介于5.25%和5.5%之间 23年的历史高档并暗示在更多证据显示通膨持续降至2%长期目标前 不会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近来公布的经济数据描绘出一幅喜悠参半的景象 包括抗通膨进度的停滞 就业市场仍具韧性 以及经济成长放慢 但仍朝正向发展 使FOMC决定核实开始降息成为一个大难题 联整会几乎可以确定维持利率按并不动 多数分析家预估 将会有更多联整会官员下修今年预计降息次数的预期 使降息一码的中位数三次降至两次或者更少